说到科幻电影 超级英雄类电影 大家第一反应的大片 就应该是漫威系列的 超级英雄的出现 肯定伴随着邪院黑暗势力的产生 话说漫威迷的人 都对这系列电影相当痴迷 超级英雄可能大家都知道 钢铁侠 雷神等 但是咱们也说一说 里面的大反派 他们卸了妆是不是也很坏呢 红骷髅 拥有死亡之臣的武器的红骷髅 是超级大反派之一 而且它有着天生的战略能力 领导能力 于果维文演过好多美国的动作电影 类似影片像《黑客帝国》和《指环网》 而奠定了它的影视地位 战胜了超强的演技 所以在于果维文这个版本中 红骷髅更加有画面感 卸了妆的红骷髅很帅 洛基洛基所有人定以为它是大反派 但是有的时候 帮助超级英雄攻下大BOSS 他西北缺少爱 缺少父母和哥哥的爱 他善恶参半的感觉 而且他聪明而又诡计多端 利用自己的聪明的大脑制造出一些恶作剧 不过扮演者汤姆 希德雷斯顿真的很帅 很有型指控者Roman Lee 佩斯饰演在银河护卫队中的他把指控者 罗南被媒罢控制着不敢反抗 又被兴学的纳伙人 父爱着 真的是挺可怜的 但是里 佩斯在出演漫威作品之前 参演过霍比特人系列里面的精灵吗 而且更重要的在《目光之城》里面也有他的身影 那可是万种少女喜爱的一部电影呢 他的颜值因此不用多说 真的是顺灭霸饰演灭霸的是乔石 部落里在《复联3》中灭霸的造型 是穿着金色铠甲 但是脑袋是个紫色的大块头 对抗世界的反派人物 拥有了无限手套和真实宝石 但是这种紫色对于吃货来说 有一种紫芋头的糕点的感觉 时间长了还觉得有点绍兮 部落林再次回归周后 灭霸的角色更加印象深刻 而且他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一位很man很帅的一个人